KPO的首届夏季赛了 而且我们夏季赛赛制呢 也跟以往的联赛赛制是一样的 就是根据我们上个赛季的一个最终排名 分为了SA三组 然后常规赛呢 将进行三轮的组内单循环对战 对的 可以看到 S组里面的话是有了北京微博 北京微博是经过上赛季的一个努力 让这赛季留在了 直接来到了一个S组 而A组这里的话 我们看到广容TDG是从S组掉了下来 是的 而且我们也可以看到 佛山GK现在也是正式更名为 佛山第二季GK 还有在B组的时候可以看到火爆 这名新朋友是在这个赛季 来到了我们的KPO 没错 所以今年咱们的赛事 有很大的变化 当然呢 也就有了很多新的期待 期待着我们首届夏季赛 也期待着在夏季赛结束之后 世界冠军杯和挑战者杯的安排 又是怎么样的呢 那让我们通过一段赛事发布视频 去寻找答案吧 王者荣耀的玩家朋友们大家好 今天我们带来2022年 王者荣耀电竞赛事最新规划 与各位分享 首先是挑战者杯的消息 2022年挑战者杯将会于9月13日 正式开始比赛 本届挑战者杯的八强名额 将会由KPL K甲和全国大赛的战队构成 其中 2022 KPL夏季赛冠亿亚军 将直接获得挑战者杯八强直通资格 而2022 KPL夏季赛的三到六名 2022 K甲夏季赛的前四名 和第五届全国大赛的前四名 共计12个战队将在小组赛中展开激烈的角逐 争夺剩下的六个名额 本届挑战者杯小组赛将会采用BO3征招模式 而八强淘汰赛将会采用BO7全局BP机制 2022挑战者杯总冠军将于10月6日的总决赛中决出 今年挑战者杯赛市总奖金为350万人民币 从小组赛开始 每个阶段都有对应的奖金 而冠军将会获得高达120万人民币的奖金 除此之外 挑战者杯FMVP依然会获得专属的FMVP皮肤 让我们拭目以待 想与各位分享的第二个消息 是世界冠军杯的调整 2022年王者荣耀世界冠军杯将会在今年底正式启动 本次试冠将会覆盖全球多个国家和地区 通过选拔及邀请的形式 产生16个正赛名额 其中KPL赛区会有8个出战名额 其他赛区也会有8个 KPL赛区中 2022KPL夏季赛冠军 以及除夏季赛冠军外 试冠晋级积分第一名的队伍 会获得两个直进名额 其他队伍将会通过选拔赛 争夺剩下6个出战名额 2022年世界冠军杯总奖金 将会达到1000万美元 进入正赛的队伍 将会获得不低于25万美元的赛事奖金 更多关于世界冠军杯的信息 将在未来陆续公布 敬请关注 通过这个赛事发布视频 我们了解了非常多的 关于挑战者杯和世界冠军杯的信息 那首先来总结一下 挑战者杯这边主要是5大信息 时间 名额 赛制 奖金和皮肤 时间的话是咱们挑战者杯 将会在夏季赛结束时就开始 开赛时间是9月13号 而决赛的时间是10月6号 差不多一个月 就可以看出来 就是之前我们往往是 一个联赛是关乎着一个杯赛的名额 而这次的话 夏季赛是关乎着 诗冠以及挑战者杯 两个杯赛的名额 没错 所以夏季赛的时候 KPO的队伍就要加把劲了 一定要先打进GEO赛 把握住这个最后的机会 那在挑战者杯的名额上呢 咱们KPO的夏季赛冠亚军 将会直通挑战者杯的8强 而KPO的3到6名 K甲的前4名 和全国大赛的前4名 这12支队伍 将会通过小组赛 去争夺剩下的6个名额 对 就是K甲的战队 全国大赛的战队 是跟KPO有了一个 同台竞技的机会 而赛制方面的话 小组赛呢 是BO3的征兆模式 到了淘汰赛的阶段 才是BO7 全局BP加上巅峰对决了 对 从小组赛BO3的 一个征兆模式上 其实对于全国大赛的 一些队伍来讲 是比较有利的 因为他们只要保证 自己有两套 比较专精的阵容 这样的话是有机会 在我们这个赛制上面 打败K甲 甚至是KPO的队伍的 是的 毕竟是三局两胜制嘛 那在奖金方面的话 总奖金是350万 从小组赛开始 每个阶段都有对应的奖金 只要你参加了挑战者杯 那就不存在着 陪跑这么一个情况了 对 而且从皮肤上来讲的话 咱们挑战者杯的赛事 FMVP将会依然获得 我们的FMVP皮肤 所以从理论上来讲 其实我也有机会 就我组个队伍全国大赛 拿到前四名 然后呢进入挑战者杯 把K甲 KPO队伍全部杀穿 然后你再拿个FMVP 对 理论上确实是可以的 对 那还是想想吧 还是来聊一下 世界冠军杯的话 同样也有很多重要的信息 值得我们为大家来盘点一下 也是时间 奖金 名额 赛制和皮肤 那试冠的话将会在202年 也就是今年的年底开赛 这个时间变了 对 然后在奖金方面的话 总额是1000万美元 进入正赛之后 将获得不少于25万美元 对 非常高额的一个奖金了 这个就是进入正赛之后 比我当初就打KPO 拿到过最高的奖金都多 大线已经心动了 那在名额方面的话 试冠的名额是8加8 KPO赛区有8个名额 然后其他赛区有8个名额 大家可以看一下 经过了去年秋季赛 和今年春季赛的比拼 各个队伍拿到的一个 世界冠军杯的积分 因为我们的赛区规则 是夏季赛的冠军 以及积分年累计积分第一的队伍 将直接进入试冠的正赛 其余的队伍将通过选拔赛 去争夺剩下的6个正赛名额 那哪些队伍有资格参赛 我们就要看这个积分榜了 对 我们可以看到 就是现在积分来讲的话 武汉Esta Pro是独占凹头 而后续大家的队伍 我们可以看到 实际上在10分到4分的这个区间 实际上是有一个断层的情况的 也就是意味着 我们夏季赛后面 没有积分的队伍 一旦拿到一个比较高额的名字 是很有可能是 在这个积分的这个区间 是能够形成一个弯道超车的 没错 而且算了一下 武汉Esta Pro 它这赛季差不多只要拿到5分 也就是说6强 然后胜者组 你就能稳积分年的第一了 对 总结下来 看了这个积分榜之后 咱们所有的队伍就 这个夏季赛 真的非常非常非常的重要 是的 夏季赛的 如果你直接拿了冠军 相当于挑战者杯 跟世界冠军杯 你都能知通了 是的 对 所以我们队伍 一定要把握住机会 而咱们本届夏季赛的一个主题呢 是逐浪新生 我觉得可以拆分成 两个词来理解 怎么说 逐浪呢 可以说是批拨斩浪 排除万难 指一个勇敢向前的精神 而新生呢 意味着我们要在新的征程当中 是要心怀梦想 勇往直前 所以从这一点上来讲的话 我们今天同样为了 庆祝夏季赛开赛 还有一个特别的活动 那就是我们王者荣 要特别举办了 限定皮肤的返场活动 18支参赛俱乐部 将在我们的备选返场皮肤当中 任选一款进行皮肤许愿 按照最终的票数高低 排名前二的皮肤 获得返场的名额 大家通过我们的备评 应该可以看到了 我们俱乐部的一个选择 然后最终的一个返场结果 要跟大家讲一下了 规则是返场两个 但由于上官婉儿和凯是同票的 所以一共返场三个皮肤 请大家把王者荣 要大气打在弹幕上 对 这个是真不错 就这次的话 尤其返场这李逍遥的皮肤 我是非常心动的 就是感觉还原度非常好 它的那个九神术 包括先锋云体术 真的就还原了先剑的那个感觉 是的 所以大家一定要把握住机会了 我们6月17号将会返场这三款皮肤 那回到当下 今天是夏季赛的揭幕战 竹下开篇春觉重演 今天揭幕战的两支队伍是 武汉E-Star Pro和重青狼队 是我们非常非常熟悉的两支队伍了 对 又是一个巅峰之战 这两支队伍的话 就已经代表我们KPL的最长战力了 对 其实我记得他们上一次教授 也是在总决赛5月8号嘛 就刚刚好过去一个月的时间 而在这段时间的话 我们会发现在版本上 在英雄数值上也有一些微调 对 那这一点的话会给我们的夏季赛的赛场 带来哪些变化呢 这其实在这个秀赛期 我们看到有很多英雄的一些加强和削弱 而这个的话会让很多队伍开发出一些新的体系 我是已经有见到过像孙策去打一个游走位 游走位 对 还有就是像狂铁这个英雄 他的一个上场率可能会增高 而吕布这个英雄是有了一定的微调 可以说数值上面有一个前后期的一个调整 对他把这个护盾以及这个一技能的一个伤害的基础值变低了 但是所受的一个AD加成变高了 这样就会使得所有队伍在吕布的一个选择上会更加谨慎 前面的对抗能力或许没有那么强 但是大后期成型的一个作战能力会比之前更加厉害 对 还有就是在游走位上面 我觉得有几个特别有意思的点 就是首先是一个醒招之剑 之前紫阳是已经在上赛季给我们展示过了 另外就是像张飞他的一个专精装 张飞这件专精装他可以用二技能跳过去之后 会给敌方造成一个50%的一个减伤 这就意味着他可能在赛中的时候 突然从一个保护型的游走 变成了一个进攻型的游走 而且他如果再搭配上成绩的话 可以去专门针对一些像你玩发育型打野的一些阵容 是的 其实刚刚听了两位的分析 我们发现我们分析到的英雄也都是赛事比较常用的英雄 这一个堆的时间差不多大小小数了一下 调整了15位左右 所以肯定会让我们下季赛的赛场 又有了更多新的期待 而今天两支队伍的首发名单 我们看到还是比较常规的 对 上两个队伍在这次的休赛期 对于一阵来讲并没有做太大的一个改变 不过在二阵方面的话 其实武汉InstaPro在发育录 是转会期是引入了风节 风节的话是原火爆的发育录 是2022年K甲的春季赛冠军 孙下枪忍朱力 而且据SK透露我也填问了一下 他说风节训练赛效果不错 没了就这些信息了 SK能跟你讲这些话题很不错 是不过我知道两支队伍 其实都是咱们上赛季的冠亚军队伍嘛 两支队伍连续好几个赛季 都能够保持在一个比较高的水准 两个觉得原因是什么呢 或者最重要的原因最核心根本的问题 我觉得最重要的一个原因 首先是他们的选手都是联盟顶尖的选手 然后另外一个点就是他们的教练组 尤其是武汉InstaPro的教练组 我觉得武汉InstaPro他们的一个教练组 就我个人认为啊 我个人认为是现在全联盟第一的教练组 第一的教练组 是确实他们这个教练组很庞大嘛 然后我们也会发现在这个转会期 关于教练的一个去向 也成为了我们观众去津津乐道的话题 因为他们的去向也变得多了起来 我们发现很多优秀的教练 就是可以成为主教练的人 他们也开始抱团 待在一个俱乐部 像上赛季的北京微博 然后华楼贝克曼破名的一个合体 包括这个赛季 这个XY季 是灵斗 哲熙和风君 都是会构成一个非常豪华的一个教练团队 对 可以看到他们这些教练团队里面 你单独另一个人出去 都是可以去其他队伍里 去做一个主教练的 是的 所以真的是随着咱们联赛的发展 我们不仅发现选手在场上很重要 教练组在背后 在赛训期间做了什么样的事情 也很重要 而今天的主角 我们知道最近无双飞降也是上线了嘛 所以今天也是为大家准备了 Fly跟坦然的一个对抗路的数据对比 这两位选手可以发现 他们的共同点啊 就是分军经济都不是很高 对 因为现在主流的战边 对于这两个队伍 基本上就是关于马超 不会再出更多的一个编路了 所以说他们的一个分军经济 还是以一个坦编的分军经济为主的 然后更多的还是感觉 可能说整个队伍的一个对抗 对于重泉狼队 他们更偏向于靠下半区的发育 来终结游戏 而对于武汉Eastopro 我们会发现 他们确实以上半区的进攻为主 所以说坦然就变得特别重要 对 从这场军助攻上面 就可以很显而易见地看到刚才竹鹏讲的那个东西 坦然这边呢 他的一个场军助攻是排在对抗路第一位的 没错 所以还是说回来啊 今天咱们这个无双飞将 最近也是大家一直在讨论的一个话题 今天也看到了Fly嘛 不得不提到这个皮肤 无双飞将也是正在热卖当中 想问一下两位都买了吗 觉得说无双飞将这个皮肤 给我们带来了哪些惊喜呢 这个第一时间就买了 我觉得它特效非常的炫酷 就是像我这个不玩马超的人买了之后 也赶紧去打了一把 当时就和你一起玩了 对 就是黄超他在买这个皮肤之前 会死八次 买这个皮肤之后 杀八个人 没问题 直接变了 是的 所以从这点上来讲的话 我们今天其实有很多故事 想要去跟Fly去了解 特别是关于这个皮肤的故事 那我们现在来联系一下Fly吧 Hello Fly 跟大家打个招呼吧 大家好 我是重金老师的Fly Fly你好 好久不见 那今天呢也是想跟你了解一下 你和无双飞将之间的故事 那第一个问题也是老生常谈的问题了 为什么会选择马超作为FMVP的皮肤呢 因为在最开始 在那个赛层里面 可能大家就马上都不断 但随着这个赛场上的一次又一次的胜利 我觉得这个英雄 他给我 他带给我赛场上的力量 然后呢 当我们选择这个英雄 打到顺利之后 我们第一次会随之叠加 然后呢 每当前要扣他手 我们是很有把握的 所以我就把这个皮肤给了他 嗯 其实这已经是Fly的第三个FMVP的皮肤了 从冠军飞将到云鹰飞将再到无双飞将 我觉得每个皮肤对你来讲都有不同的意义 而且听说在皮肤设计的过程当中 你和研发老师还视频了很多次 有没有什么有趣的故事可以跟我们分享一下呢 就在最开始联系的时候 刚去这个前瞻码去体验这个皮肤的时候 包括老师就跟我去 就跟我讲这个皮肤很多的彩蛋 就比如说那个马超他点到枪做得好 那个枪旋转的力圈 就跑的力量的话 他加速的一个状态下 他会呈现一个脚下有弹气的一个特效 然后呢 而且还有一个细节就是 一般玩法他在终于人的情况下 可以使用到成枪 当后期马超对力够了之后 唇枪的时候 他在地上如果摆着三根枪的话 那变成枪也会随之交漏 如果他要四根枪的话 就是变成枪就会消失往前 cuerpo 真正的 再剪一下的话 那就会形成一个赤 呀我就觉得跟タイ王和一样 就是一个第一 嗯 其实我们知道皮肤上线的话 是要准备比较长的一段时间嘛 Quand到现在都这么记忆深刻的 对于他当时参与到这些细节 然后跟我们讲出来 我觉得真的是对于这款皮肤 Fly也是注入了满满的心意 那也现在也想给你一个机会 给你15秒钟 作为无双飞匠的获得者 也跟大家宣传一下 介绍一下这个皮肤好不好 好的 首先我觉得网马克力一定要用这个皮肤 因为他在区别的一些 那个特效的手感是非常不错的 那我的对于有区域 就他们没有做到这款皮肤的之前 他们网马克力我看的都是笨笨的 当我说到他们的皮肤的时候 我觉得他们玩起来的话就跟我一样 比如战神附体 而且里面有句台词歌的奔跑 他们以为击败我是终点 而我并将会来自改写 我觉得他们玩马克力的话 听到这句语名包的话 他们也会给他们带来自信跟力量 所以我觉得大家一定要入手这款皮肤 是我知道你也送了很多朋友这款皮肤 有没有谁帮你带的货 你觉得值得称赞一下的 那边是百瘦啦 他这个皮肤带 他这个带推销的 我都觉得是他自己的皮肤了 他可能自己的皮肤都很勇气 所以我当时我就很惊讶吧 我觉得百瘦是永远的神 百瘦是我永远的神 对确实百瘦这种沉浸式的带货 大家看了之后都被感染到了 那你想问一下你回归到赛场了 这是首届KPO夏季赛 你有什么样的目标呢 目标的话一直就是冠军吧 因为选手的梦想就是拿冠军 我们也会维持这个冠军去奋斗努力吧 那揭幕战的话 你们的对手是老朋友武汉Esta Pro 有什么想对他们说的呢 之前每次跟他们放红话都出了 所以希望今天Esta Pro能对下手对我们轻一点 我们还喜欢莫不康舟的 希望他们今天可以对你们下手轻一点 而且确实对于你们来讲的话 也是换了一种方式去备战嘛 也希望你们在赛场上有个更好的表现 咱们赛场上见真章 赶快去备战吧 一会儿见 拜拜 拜拜 哇真的是采访完FLY之后就感觉到 他对于这款皮肤 真的是注入了自己满满的心意 就每一些细节 他都到现在就是信手拈来 所以从这点上来讲的话 作为一名征战赛场了这么多个赛籍的老将 也想问一下黄超 因为像黄超的话也跟FLY交过手 也解说过FLY的比赛 你觉得他身上有哪些打动你的特质呢 我觉得他身上最打动我的几个点的话 第一个点就是他状态 一直能保持下去这么多年了 永远都在一个颠覆 而且他另外几个点就是FLY 他是有经历过非常高的一个地方的 高峰 有经历过高峰 然后也处在过低谷 他曾经也是在保极边缘徘徊过一阵 然后也是做过替补 然后也是在前面调到过B组 但是他能够再一次从泥潭里面爬出来 爬到顶峰这才是最不容易的 是的 没错 所以对于今天的比赛来讲 竹浪新生夏季赛的节目战马上就要开始了 也是让我们共同期待 我们下期再见 我们下期再见 中文字幕 李宗盛 文字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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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李宗盛